7月30号,燕坡来到朝阳法院执行亭,领取三年前被打一案所赔付的款项,共计14万2599元。 2010年6月8号下午2点,燕坡来到地下二层车库取车,突然被四名陌生男子包围,其中三人手持西瓜刀,追着燕坡砍去。 而据涉案砍人的王征和梁军交代,他俩此次行凶事件的幕后主谋孙某是李小冉的前男友,因此争气事件源于感情纠葛。 好在三年过去了李小冉怀孕喜讯公布的当下,这期砍人案也终于有了一个定局。